好我想我们当然非常担心会出现防疫破口 特别是现在台湾已经出现了院内感染 国内爆出首期院内感染 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了吗 而这个院内感染的来源 到底是第24例还是第34例 因为他们有重叠时间 我们来看第24例 2月15号2月16号和第34例 他们的住院时间是重叠的 所以到底是24还是34例呢 那如果我们来看 因为34例如果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34例是2月14号进医院的 但是24例在1月底就住院了 1月底就去医院 然后1月30号就住院了 那如果是第24例的话 是不是代表2月初其实就已经有院内感染 李氏 我想这个不一定 要看这个医院的调查结果是怎么样子 如果24例跟34例的确是有关联的话 应该不会说一个人传一个人 因为它是重叠 它可能会传给其他清洁工 传给其他医务人员 如果它急诊全部检验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直接的证据或间接的证据去说 他们两个是有关联的 他们或许是没有关联的 好 否则的话它应该有其他案例会出来 那现在确定已经有院内感染了 确定有了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 就是你这个社区感染一直发生一直发生 院内感染一定会发生 就好像说我们的境外移路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它终究会出现社区感染 社区感染的病人一直进医院一直进医院 他们又没有理由死 这个病人就一开始 他们就是没有理由死接触死 然后你怎么知道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这个后来会发展成一个冠状病毒的感染 所以它一定有潜在的破口 我常常讲就是像2003年的时候 我们医护人员就戴着那个N95口罩 怎么样去看病人 可是有人不敢去看 有的医护人员就落跑 他就辞职 或者是说他假装他有事情太满了 不去看病人 专业人员带了防护面具 带了什么防护装备 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 反正它的接触传染 它的飞沫传染 它的可传染途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 无法避免它发生的 我们再继续去疫情控制 还是可能会有其他的 院内感染会出现 那先有了社区感染 接着现在已经有院内感染 对 社区感染就造成 这代表的是我们的疫情 还有可能出现大爆发吗 有可能 但是绝不像日本那么严重 我刚刚看日本那个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 长官讲的话 我都听得快要昏倒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勉强撑住 他哪句话让你快要昏倒 他说不需要检验 因为检验了以后 我们现在没有看病毒的药 所以检验跟不检验的治疗是一样 所以不需要检验 这什么话 我们检验的目的是防疫 是围堵 让他疫情不要扩散 他居然说 因为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们不要验了 那因为已经出现社区感染 所以他任务也不用回头 他们日本非常严重 他们的容疾是这样吗 我觉得李游警是要再升一级 我看到那个官员 我们现在是二级 对 我觉得他蛮危险的 他大概也是冰山的一角 他报的数字是冰山一角 他也都没有检验 那回来我们自己这边 就是说我们是非常确实的 你只要有一个病例 你所有的接触的人 可能几百个人都要做检验 我们不是为了要治疗他们 我要是我们要发现破口 让他不再继续传下去 我们要围堵 我们的围堵是 我想可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好 但是刚刚谈到了院内感染 潘老师 中国吉林大学有一篇论文 是怎么说的 他说不只是飞沫传染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认为的 新冠肺炎病毒两个途径 一个是飞沫 一个是接触 但中国吉林大学说 不只是飞沫 他们发现连空气 也采集到了样本 而且空气样本的阳性 3.57% 他空气样本只有28个 他的阳性率3.57 你把3.57乘上28个 只有一个样本有 只有一个样本 好 那你再看 他在样本哪里采 隔离病房 发烧门诊跟看诊 我们发烧门诊跟看诊 都是属于门诊 虽然发烧门诊稍微严格一点 因为他已经有发烧症状 所以可能 医护等于的警觉性更高 但一般看诊 不会到那种高度 所以因此我认为 一个空气样本在哪里 在隔离病房 那隔离病房是什么意思 隔离病房都是确诊的病人 所以因此我的感觉 我的解读 就这一个空气样本 来自于隔离病房 而隔离病房都是确诊病人 病人很多 病毒量大 所以因此你在隔离病房测的时候 是有可能测到阳性的 但是你在发烧门诊 跟看的测到都没有阳性 所以我的解读是 空气中有样本 对医护人员来讲是很危险的 在隔离病房很危险 但是在一般发烧跟看诊的地方 我觉得没有你所想像的 那么危险 因为这你没有注意看 你看不出来对不对 另外再看物体表面 如果是130个的话 乘上0.77的话 大概差不多5 6个样本 5到6个样本 所以因此从间接接触 这我们讲接触传染是 我直接跟确诊病患有接触 叫直接接触 比如说像那个韩国海报部队 跟他女朋友 那个叫直接接触 那个免疫力再强都会中 那这种叫间接接触 就是说人家摸过的表面 我们再去摸 这个大概有5到6个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比较危险的是所谓的间接接触 空气传染的 大概只会在隔离病房 但是在隔离病房这件事情 我们早就知道了 因为所有在隔离病房的 医护人员是全套武装 包括连那个护目镜都要上去的 所以也不用太有恐慌 对 我就跟你讲 所以你看 你如果不去注意看这个 你看不出来 只看到说空气里头测到病毒 那你就下坏了 但是你要像我这么认真去看 你要去沉 空气样本只有一个有 沉出来是1 刚好是1 你刚好沉起来刚好是1 那一个就是隔离病房 因为它三处采样 不可能这一处不采 至少采一个 所以合理推估应该是来 隔离病房 所以民众不用太过担心